经历了数周暴风雨的袭击后 加州终于又恢复了平静 部分地区仍然有小雨和降雪 但整体而言天空已经再度放晴 当地将能够开始对损坏的道路 以及河堤进行修复 白宫表示 总统拜登将于周四前往中央海岸 与当地官员和急救人员会面 视察受灾地区并评估哪些需要额外的联邦支持 目前加州的主要道路仍然封闭 圣巴巴拉通讯负责人凯尔西巴蒂塔表示 在道路方面出现了很多的损伤 估计有十几条封闭中 有些道路甚至完全被冲走了 他也提到这些道路都被泥土和岩石淹没 仍然需要时间才能恢复 文图拉的警长办公室在声明中表示 坐落于偏远峡谷的马蒂利亚 只有一条对外道路 被超过12公尺高的岩石和泥土吞没 预计需要超过6个月才能完全恢复 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 加州周三周四还将会有一场降雨 并在雨停后进入干旱期 新台电视台记者韩耀峰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